鼓聲搭配悠揚的一聲 國際精品在台北101重新開幕 還請來大排藝人剪彩站台 旗艦店重新開幕由法國建築大師曹刀設計 搭造三到五樓佔地280坪挑高空間 每個角落精緻細節讓顧客宛如置身一郎 而除了經典的美洲報壁畫 還有台灣梅花路做呼應 花中的竹林 樹葉到蜻蜓都是寶石組成 要給顧客冰質如歸的感覺 就連地磚和地毯都採弧線型設計 融合呈現溫暖舒適 這個樓梯間設計得非常的特別 是用石膏跟金箔去打造成 金箔的顏色也會隨著光線會有轉變 視線隨著瀑布沿著滿部金箔的樓梯 往下走來到三樓鑽界區 主牆面以礦物粉色為背景 還有馬賽克每周報迎賓 而步上五樓鵝黃旗銀色調展現萬物之美 景林VIP室的空中花園 就佈置著台灣四季花草植齋 也讓賓客在都市中享受受氣時光 舒適很溫暖 尤其是那個空中花園 非常難得 你在這個大廈裡面能夠做一個花園 舒適環境激發購買力 用心打造出豪華購物空間 也看見了台灣精品市場 疫情期間就是最大的消費市場 在中國大陸是進不去 就轉過來看這些亞太的消費市場 那其實台灣人的購買力是非常強 然後第一波在台灣辦這樣子的活動之後 高達一半以上的珠寶就已經被選購光了 近年來打牌陸續在台灣拓點展店 連百貨貴位也不斷翻新 那像去年的VCA到今年的Cadia 或者是一些其他珠寶品牌 在不管是北中南三個地點 他們都有新的貴位去設立 那如果是既有的牌子 在台灣的話都做了一個店鋪的升級 購買力被世界看見 品牌業績拉折 也更願意在台灣擴大經營 八達新聞綜合報導 鎖定八達女生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